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 秉釋上海 曾經手握大權 如今大江東去 消息傳出俄羅斯總統普丁 率先行文哀悼 文中還以智友定位雙方情誼 2002這場記者會 讓人看到江澤民的外語長才 不只俄語 江澤民也說了一口流利英語 羅馬尼亞文 甚至略懂德文和日文 或許這也讓江澤民 在推展外交上更加如魚得水 為了時間鄧小平韜光養晦路線 就算被克林頓洗臉 江澤民也得沉住氣 尤其在當時冷戰結束的背景下 江澤民為了讓中國走出去 落實與大國交好的外交策略 香港九七年主權移交 北京首次獲得奧運主辦權 都在他任內發聲 主政的十三年內 中國國際地位也節節升高 儘管在人權上依然不讓步 但他卻被評為最不像共產黨員的領導人 因為不只會唱中華民國國歌 還曾表示自己更喜歡繁體字 相比江澤民較有廣闊 現在習近平的戰狼外交 不但以其國際反中情緒搞壞中美關係 如今自己國民也仍無可忍 印證中國官場的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審理新聞林一涵報道